哈啰,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回到9月2日,国际大棋局第一节 今天是周五 在进入节目之前,再一次请各位听众朋友 有能力支持我们,扫我们的QR Code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梁锦祥工作室的Patreon 目前我们没有其他途径去做一些买卖或筹款的事 不过短期内,因为我都顶不住了 我都决定拿一些收藏品,就是玩具或金银币出来 可能是慈善易卖 得出来的费用是给我们的台来做运作的 到时如果有再新消息,就肯请各位听众朋友 真的支持一下,也希望大家用心陪我们捱过最艰苦的一关 在进入节目之前,我们有位听众 有留言,有来讯给我们 台长,你介意我说两句吧? 我一定不介意,有观众写信来,批评也好,鼓励也好 我们都很重视,如果是长篇我做下去都喜欢的 写得越长的信我会越感动的,所以你可以说一说 这位听众叫庄小姐,庄小姐因为她年纪都不小 所以由她女儿帮忙去寫给我们,去做口述 庄小姐提及到一件事,她自己年事已高 她先抱歉一句,她不是台长和我的长期听众 她是因为听到她女儿听,在旁边就觉得挺个人 于是就拿来听了 她说我们831,我们那一集,我们又提到721 又提到831两天的事,她说她自己想起,她自己都心情很激动 很战动,亦都在说是有泪缸 她又说,为什么她已经住了一辈子的香港 她提及到她年轻的时候,她是由福建走路过去香港 她亦都在她香港那里跟她的先生结婚 有她的下一代,她一辈子都在香港那里度过 她就说看到这些事,她人就很激动 但是同样的时间,她也说她其他上网 听过其他YouTube的朋友 她说始终都是觉得我们国际大棋局最好听 她就捉我和捉台长,捉我们身体健康 另外她用了一个词,比较有趣的 这个词我觉得是对台长,不过我就未必对 长命八岁 她也在鼓励她 她是一位老人家,她都尽少少力去支持我们 她雷雷是课金支持我们 不过我都跟她说,其实有心意就可以了 其次她说她自己 怎样都不舍得香港这个地方 但是同样的事,她说 无论721还是831 她说她有心之念都不想再见到 她说因为她说作为一个 在香港住了大半世的人 她说完全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现在的香港会发生这样的事 为什么现在的香港会有这么多的人 她用到冤犬 要她受一些冤犬 她不是说错,是受一些冤犬 在这里,封信差不多 主要是鼓励我们,叫我们不要放弃 另外每天这个节目就是她最重要的一个支柱 我记得她这么说,她说她每天都会听我们两至三次 就是同一个节目,同一集 也都很多谢,她雷雷又加入了Patreon 也有教她怎样禁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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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 我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以我们在这几十年的太平盛世生活 之前在说在战后到60年代香港有两次暴动 但是当时其实都未至于说严重到影响到那个 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移民当然有 或者可能短期的商业影响 就是一些的社会影响一定有 但是那个幅度一定不会像今天这么大 今天就去到一个是撕裂、逃亡潮 还有很多,就是我们这几十年 我们都没有遇过一些这么特殊的情况 这么严重的情况 但是这个又不可以之前我们那几十年 它作为每一个地方它必然是 长期是维持太平盛世的 你维持很久 你就有一种心态以为这种的情况是必然的 其实不是的 我们每一个都不过的 就是明天是怎样的 不会是必然的 明天是不是一定说 你出到街后很安全或者怎么样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呢 就是因为最近那个治安的情况都开始恶化了 比如有那个台湾那个标刊的打劫 那我们没有详细讲的 因为那个节目那个角度或者那个 那个兴趣不在这方面 听众也未必是 但是这几天都发生了很多偷舌案 或者是詹文案 比如一个就是一个南亚裔的人 被那些不知那些敌人还是怎么样 就是斩断了手的 大家会觉得起码在2019年以来发生的事 其实大家有个心目中有个定量的 但是那个当权者会告诉你就是 就是有譬如什么法例 什么法例呢 那个社会就扔了 其实现在就不是了 那就是大家都会感到到 就是开始有一些不安全感 那这个情况是为什么会出现呢 那其中一样东西就是 除了那个政治或者社会之外 一定是经济的 经济的环境可能开始恶劣了 那导致这些情况是严重的 但是归根到底 譬如莊女士她本身在福建过来的 那当然我相信是一样东西 就是被秦 就是对于那个 譬如说政治方面 是比较是封闭的 或者社会封闭的 不知道讲政治 那你到了一个自由的地方 当然是觉得完全是不同的 但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是 就是自由并非必然的 那自由其实是要争取的 在这个英国统治的 英国的殖民 就是港英统治的成后 就是这种的自由就是富裕的 但是香港人没有什么 在之前很意识到 没有了这件事之后 那个后果是怎么样的 那当然有些人移民 那你会享受到其他国家的自由 但是这个不是你自己 就是生生苦苦去争取回来的 是他们那个国家前人 花了很多努力 甚至付出很多代价去争取 比如去英国那样 英国之前都经历过很多 有革命 有改良 有一些社会运动去争取这件事 就是今天这个情况 所以无论我们是 今天我们在享受一些 有一些什么僅餘的自由也好 或者去其他地方 我们都要记住一样东西 就是其实你都要 每个人都要为那个地方 做一分力 做一分力令到那个地方更加好 如果是差的话 尽可能用自己的能力去令到它 不要恶化也不重要 那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这样的 这个情况恶化就必然的了 香港可能迟些澳門的情况 已经去到人所共知了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还在这里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就是起码可以过好自己日常的生活 所以说过好一点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在专业的范围之内 你不要去破坏你自己的专业的水平 你做医生的你就尽量去医好人 不是只是劏人的腎 不是就是买假药 不是买这些东西 你譬如说你做这个会计的 那你核数的时候 就不可以隨便或者归下去 一定要很认真地去负责任 如果这些专业我也做不到的 就是举个例子 譬如我那行的专业 譬如我做记者 我连现在去探求真相的能力都没有的 那你只能够去保护到你自己先 就是保护到你自己的生存和性命 去盼望去等待有一天 就是那个可以发挥你自己的专业先出的机会再来 这个也是跟其他的情况一样 跟其他的专业一样的 譬如你做医生 你发觉这里 我都不能够去施展我的抱负 或者去保持我们那种的专业的水平的时候 在无计可施的底下 就是真的要想着 就是怎样去其他地方 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位置就是教师 这个是重灾区来的 这个是直接受影响 其他就是社工 这个情况我们昨天也有提到的 这个教师在8月30日登报纸 就是有广告招聘 那个招聘的要求 是希望教师在9月1日上課 就是上班 这个我想前所未有的 就是以前有都是一个个别的 很个别的情况 但是现在这个差不多都大规模 那昨天我都遇到 一位教师 那我说一句 就是 就是 不是真的笑话来我 不如我走去教书 他说不要跟我搶宝石 但是他都吐苦水的 他说其实现在的情况都是非常之恶乱 就是说真的很多的教师是离职的 那教师的人 现在可以说的 不低的 如果你 就是一个 就是入职的 那应该如果你有读过教育文憑 那纯粹学位就不够的 纯粹学位都可以教 但是那个级别应该就低 如果你读过教育文憑 就应该是入职都有成 去到差不多接近三万 就是一份这样的工 那在现在来说 那是不是想工呢 那又不是想工的 就是他说就是 初来我以为都有放暑假 其实现在不是的 放暑假都要回学校 一年只有十天假 面对很多问题 你行政的问题 学生的问题 校管理层的压力 校长的压力 所以他说工都不容易做的 不过 你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外面的市场 你再去找呢 那当然找不到类似的工 但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都有很多教师是离职的 那你看到这个就是 在那个专业的范围上 很多人很自觉 如果你怎么去维持这个专业的水平 你会不会需要同时 是离开了这个地方 才找到那个归宿呢 那除非你说 我这样传良心 我教的东西 我自己都不相信 那我就说了 那这个就不是 我们想说的 维持那个专业的 那个 的良心 的情况 就是如果我想 如果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每一个人 每一个专业的 在中产这个地方 就是中产这个位置 他都维持那个专业的专业和水平呢 其实这个地方 他即使是 那个情况不劣惡化 都不会至于说 好像我们邻近那些地区那样 譬如医生会走去劏人 教师会教一些自己不相信的东西 就是会计可以造假 工程可以做豆腐渣工程 就是我们是尽量维护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还在那里的话 但是只要说走不走 那个当然是一个很过人的选择 譬如莊女士 他提到他在那个身上 他想象不到 那你去到一个 一个这么长时间 在香港的 那我觉得就 是的而且有 一个很强的 一个不想走的情况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他们出去见一下世面 去见一下其他地方 甚至给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去接触其他地方 我觉得反而都是 你不能说绝对是坏事 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是年轻人的选择 和年长人的选择 有不同的 那我也是抱着这个心态 比如说我在香港 都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那外地不是适不适应的问题 而是说 直到这一刻 我觉得我在那里 都可以为这个城市 做到一分力出来 那当然不是说 有些什么 今天动力的事情 也就是说 有听众去听 而这个节目 本身可以令到那些听众 过了日子 起码有些时间打法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 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就是这个成就不是和其他人比较 而是对我来说 我以前做的事 到我现在做的事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 是令我有满足感的 至于刚才看到 那个教师离职的问题 今天也有一个新的报导 都是类似的情况 就是教师去了上班 之后跟着跳槽 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间学校 今天来到这个火之神 朗哥和邓慧煮了一道 是不是叫台长的牛扒呢 台长西亚牛扒 我要介绍一下这个菜式 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一样东西 单手也可以吃的 单手也可以吃这个 这么滑的牛扒 鸡蛋牛扒 然后有一边有腐蝦 还有这道菜 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没有甜品质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面脂肪 这道菜真的水用非常非常美味 大家看 跟着下来 一定要点这道菜 台长西亚牛扒 多谢大家 支持港国 和支持梁锦晨峰的西亿 和他的视频 多谢大家 大家记得订阅 和支持司徒文俊频道 和支持司徒文俊频道 大家记得订阅 请不吝点赞